大家好 看一看月曆 又快到12月了 適逢日本已經對外完全開放旅遊 大家有沒有想過在日本過聖誕呢 今集 我們將會為大家介紹一下 日本過聖誕的節慶傳統 除了日本會下雪之外 其實日本慶祝聖誕和香港是沒什麼大分別的 但日本人有幾種慶祝聖誕的傳統 就和香港大大不同了 又例如 他們聖誕有吃恆德基的傳統 和吃二戰蛋糕 他們不會和家人慶祝聖誕節 而是會出去約會 以下我們為大家介紹這幾樣節慶的傳統 首先說說日本人吃恆德基的傳統 其實這個是源於1974年的一個 很成功的營燒活動 自此以後 日本人在聖誕節訂購炸雞來吃 就成為了他們的傳統 當然不少得是穿著聖誕老人裝的恆德基上教 接下來就說說日本聖誕蛋糕 北至北海道 南至九州 幾乎每一個街角都有日本的聖誕蛋糕出售 這款蛋糕其實非常簡單 蛋糕鬆軟 內餡就是忌廉和糖霜 頂頭就是深紅色的士多啤梨 在聖誕大餐和生日會上都很受歡迎 而且 這款蛋糕仍是象徵著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繁榮的象徵 最後就說說日本在聖誕節的約會傳統 在日本 平安夜會視之為情侶的節日 跟西方情人節一樣 日本的夫婦或者情侶 都喜歡訂餐廳來慶祝聖誕節 伴侶都會選擇在這個節日一起去旅行 而在於香港人來說 日本當然就是去旅行的必度之處 今集就到這裡 大家記得like subscribe 和share我們的channel 拜拜 拜拜